那美国呢是说 我今天我有什么 有一些想法 我有一些做法 希望你这些国家 其他的国家 你们都要乖乖的配合我 我是美国的老大哥 我要继续当我的霸主 可是呢 那现在面对台湾 我们知道最近呢 其实都有美国很多的一些议员们 对于台湾是非常非常关心 但是他们很关心 与其说关心 也不如说 他们希望呢 用关心换来实质的利益 你比方说 这个委员 你之前也是 都知道嘛 民意交托嘛 所以可能背后都会有一些人 对你有特别的期许 美国有多少的参议员 他们背后也背负着 多少的期许呢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这一次 这个消息一发布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想 美国现在是要卖我们 24架波音787 但是华航说不想买单 那么这个呢 媒体啊 用了强销这两个字 结果这个强销就是强迫推销了哦 结果后来啊 辅方非常的不满意 那么当然首先第一个 这个是不是就是硬要你吞 因为这个是价值80亿美元的一个采购 那再者呢 是参议员当然就讲了很多 不同的参议员也有不同的表述 可是呢 后来辅方看到这个媒体啊 这样的一个报道 就说哎 你们这个特定的媒体 把长期是支持台湾的官员啊 或议员 扣上商人 甚至强销这种标签 很不尊重 对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没有帮助 是叫齐心可意 这个什么时候我们的总统府 这么正义凛蓝 什么时候我们的媒体 这么忠实报道 真的是难得啦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美国的政治文化 跟台湾的政治文化 不一样的地方 台湾的政治文化 以前出个韩国语 去卖个蔬菜啊 就被人家这样消遣 其实美国的政府官员 上次总统 下到参中议员 他们到海外去帮美国卖东西 他们认为是为国荣耀 这个观念 大家先确定一件事情 你有听过说 我们台湾的总统副总统 或者是什么 到日本去访问 顺便推销台湾东西没有 没有啊 都说赶快买日本的东西啊 我们来台湾买你这个东西 我们去到哪里 就要买别人的东西 从来没有帮我们厂商 去推销东西 跟美国不一样 很早期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 刚才说还大学的时候 那就忘了美国总统叫什么名字 他跑去访问日本 访问很多国家 就带着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 意思很清楚了 罗总理这个是 福特公司的总裁 最近这个福特汽车 你那边好像占有力稍微低一点 你们想想帮忙想想办法 你听懂了吧 对不对 听懂 我是政治大咖 你怎么可以把我自己家里面的卖的东西 那么轻视啊 就第一个 第二个 他现在汽车卖的量少 最近波音被中国打入杯葛 实在也很惨 本来中国当然买很多的波音的飞机 现在原料也都采购好了 什么都采购好了 不能出厂 那这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找人来买啊 美国的餐议员出来就是 蔡同学 您这个 我那个空中 那个什么 那个波音 787 不错哦 我也来咯 对不对 你那个波音公司来卖 你蔡英文书 真的这样可以不见吗 你美国餐议员来 您不见吗 不行哦 见了面开门见山 不是什么 还不谈武器的时候 就想说 我最近那个中国大陆 不买的那些订单 你接了吧 就有点像立陶宛那个酒 中国大陆不买 你就接了吧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种消息 如果回到美国去 哇美国会对这个参议员 哇鼓掌 你这是爱美国 好的美国的参议员 绝对不会有人说 你背后是什么 企业啊 财团啊 生意人啊 你都在帮我们讲 美国的理念 有个很大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 美国的商业 就是美国的商业 就是美国的商业 就是美国人的生意 这个观念上是很特殊的 我也希望说 我们台湾 官员县长 什么院长 出去不要讲说 哎呀人家的 什么有没有写我们的国号 有没有放我们国旗 你要讲说 开玩笑 有没有买我们台湾的香蕉 有没有买我们什么东西 好像都没这个声音嘛 所以韩国人那个笨蛋 会干这种事情 不讨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台湾的文化 如果不调整的话 只是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 会消费我们自己的能量 去帮忙 去美国人去插屁股 因为美国的波音飞机卖不掉 那卖不掉原因是中国大家都不买 所以波音现在亏损了 你看DG财报亏损12.4亿美元 所以之前你看美国人 说叫我们要帮忙吃莱猪 现在要帮我们什么 要卖飞机给我 买飞机 本来华航当然想 因为华航买了很多Airbus 空中bus效能都不错 何况最近波音 飞机当然不是787 大家不要笑 有另外一型的飞机 掉了好几架 最近还在中国大陆掉一架 所以大家对于波音 比较担心 有安全上的顾虑 很多乘客到机场都还在问说 你今天是什么机型 如果空中巴士的话就放下心来 如果波音的话 要不要写遗书 就开始在担心起来了 如果他问波音是哪一型的 还问哪一型 是不是掉最多的 马来西亚也掉一架 什么印尼也掉 什么中国大陆也掉 对不对 这种不是机温吧 对不对 一定有它设计上的问题 可是老百姓不会管 这个J型飞机是哪一个波音 哪一个长 这个是787不是那个长 不管你这个东西 所以你华航 如果是买了波音的飞机的话 台湾乘客要搭的时候 最好选长龙 就这个道理 中国大陆就有这种情形了 很多中国大陆都想 我那一型飞机我不搭 波音的我不搭 所以会逼得大家转向 所以目前是用强迫的华航改变 他对华航有利的政策 要去为了这个所谓的美国参议员 帮我们提一个法案 坦白讲美国提了什么赴台法案 一点用都没有 不如你派个美军的一万人到台湾 那比较实际 那个都是像说 哎呀我很爱你啊 可是我每次写一张卡片给你 连个话都不送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美国人在那边干这种事 可是就美国人讲 他做的是正确的 就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买的是错误的 是坦白讲 这现在又是因为其中选举 选举到了 所以这样的讯息呢 真的可能还反而会获得 美国选民的支持也说不定 但话说回来 现在呢当然其实你看 都说要挺台湾 挺台湾要加入学校的国际组织 可是现在要说 WHA我们能去参加吗 好来 我们看到世卫大会是5月22号登场 美国众议院还通过法案 帮助台湾成为观察员 接下来要送交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不过现在我们呢 还没有收到邀请函 陈时中到底要不要出席呢 结果啊有志 被问到了 他说现在是两难 因为有疫情的变化了 指挥官不宜离开 还有其他的事情 更大的事情在衡量中 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不去 但坦白讲 今年这WHA 他的大会是实体举办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平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 迷你的水神雾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